弟兄姐妹们平安 祝福你有一个灵性充满亮光的一天 在这个休斯顿的旅程当中 我拜访了许多老朋友 其中一位呢 是我们已经认识近20年的一位姐妹 她与我的年纪差不多 但是她却在三年前 失去了她的先生 在这个走过伤痛的过程当中 她与我分享 就两个关键原因 让她能够走出伤痛 一个是她本身的性格 另外一个就是她跟神关系的靠近 我就发现 其实当我们与神关系靠近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是能够接受神的管教 我们也能够接受我们生命当中一些 我们无法明白的悲惨遭遇 今天西伯来书的灵修是在12章15到17节 我们要来看一个不接受神管教的例子 经文是这样说的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救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因此 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 世俗如以少的 她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 竟被弃绝 虽哀哭 窃求 却不着门路 使她父亲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作者呢 在这里提出以少的例子 他以少因为一碗汤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 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 我们当然看得出来 当时他是饿的 所以以少除了耐不住饿 他也贪恋世界上的东西 在选择对象上 也没有做出一个 神所喜悦的选择 身为长子 不能单单靠着有那个名分 还要有一个长子的榜样 对于世俗上的事情贪恋 会使我们在名分地位上 择偶条件上 做出不荣耀神的决定 我相信以少选择喝汤 可能就是因为当时 他的环境和身体条件 而造成的 他为自己娶了一个 外邦的女子 我相信他自己也是 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个 对的决定 可是却忽略了 外邦的女子呢 会为他的妈妈 带来许多的愁苦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走到一些 选择的十字路口 就是我们要选择 接受父母的管教 还是贪恋世俗 如果以少是选择父母的管教 做出好的决定 我相信他的妈妈 一定会帮助他 维持长子的名分 然而这样的福分呢 也就因为他妈妈的偏爱 而帮助了他自己的弟弟 得到了长子的名分 以少呢 因为不能接受父母的管教 而失去了从父亲来的祝福 贪恋世俗 享受的是眼前的快乐 但失去的却是永恒的应许 让我们能够远离世俗贪恋 除了靠自己的意志力和自律 去控制之外 神的管教就是最好的帮助 曾经我也贪恋过眼前的快乐 而做出不明智的决定 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 神的话语对年轻人 有最好的管教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节 说到少年人用什么 竭尽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心你的话 我很重视在家里的圣经教育 为了帮助孩子 有一个固定读经祷告的习惯 我就也开始要求自己 要固定的读经祷告 现在我的孩子 已经进入了一个青少年的时期 在他们的理智判断上 他们看自己 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不太需要依附父母 所以我也发现 中学和高中阶段的年轻人 更需要的是 他们自己发自内心的顺服 愿意自动自发的去读神的话语 而不是再靠爸爸妈妈的提醒 我们想想 年轻人是充满理想热忱的 如果他们的理想热忱 不是用在追求神的话语上 那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热忱 放在其他的东西上 那眼前最大的诱惑 就是追求世俗上的事 过去每个早晨 我都会提醒孩子们要读圣经 现在他们大了 可以找各样的借口 把自己的时间填满 却没有把时间留下来 去读神的话语 去明白神的管教 所以我在教养上 就做了一些调整 从过去的很多的提醒 调整到现在的 很多的关怀和祷告 以前我是说 读圣经了没 现在我是说 你今天过得好吗 听完孩子们分享 他的一天之后 我再把他们带到 神的话语面前 去学习感恩 喜乐 认罪 祷告 等等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圣灵保守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有一个 可慕神话语的心 好让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更深明白 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我们所得到的救恩 让我们远离世俗的贪恋 使我们不至于 失去属天的福分 也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对神的管教 是敬畏的 是愿意接受的 也求神不要 弃绝我们的下一代 当他们回转的时候 求主你 以恩典慈爱 再一次地接纳他们 也盼望我们 每个父母 有一样的心 奉主耶稣的命 祈求 阿们